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雪莉 今天帶大家來到花蓮縣狗貓藥洞園區 這個園區在去年的12月14號才正式開始啟用 可是已經非常多人來這邊認養過貓咪跟狗狗了 為什麼呢 聽說他們這邊是全台最美的園區 而且講解員也非常的親切 環境也很衛生 他們環境衛生到什麼程度 聽說他們的狗狗跟貓咪是每個月固定投藥 而且甚至連排水溝 他們都會定時的找人來清理的 那他們對待動物的方式到底有多友善呢 我們現在就馬上進去看看吧 走 我跟你們說 我是一個非常熱愛貓咪跟狗狗的人 所以我去過了很多的動物園區 但是呢 我從來沒有進到過一個園區一進來的時候 我會有點驚訝 這邊是圖書館嗎 還是什麼的建築你知道嗎 因為這邊真的太美了 環境非常輕優 而且他們的那個旁邊的設備啊 什麼都打掃得非常的乾淨整潔 所以我現在非常期待 迫不及待的想要來參觀他們更多的設施 跟他們的導覽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歡迎吳大哥進場 那一期這一期嗎 對 你好你好 今天是由您來幫我們就是導覽你們這邊的園區對不對 沒錯沒錯就我來 等一下會帶你們去走 基本的那個狗社的參觀 然後還有貓咪的貓社參觀 然後還有一個互動區 對然後看到你們喜歡的狗的話 我們就互動 我真的好怕我直接帶一隻回家 那帶啊 打晶片嘛 打晶片 這樣子OK的話那 就走了 好走 我們現在來到任養區 我們這邊就是所有的狗貓 假如是你看中 像中的貓咪 狗貓我們都是帶過來這邊做承辦 我們這邊有需要打晶片 然後牆壁上 有一些髮條 我等一下會跟你做講解 那我想知道大概什麼樣的條件的人 才可以來認養狗狗跟貓咪 什麼樣的條件 就是沒有棄養前科 家裡的環境我們這邊也查得到 你們還會去看他們家裡的環境才能 對假如你今天是黑名單 你有棄養過你就不能再養 對對對 請問你們的狗狗跟貓咪是 就是從哪邊安排進來的 每個鄉鎮都有每個鄉鎮的清潔隊 有民眾通報 假如說那邊哪個地方有狗狗聚集 然後我們就是 請清潔隊去把他抓 在這邊的話 被認養的比例大概是大隻的比較高 還是幼年時期的比例比較高 其實都是幼年的會比較 比較多人 還是比較多人的習慣 有一個傳統觀念就是 從小開始養 從小開始養 對然後 其實他們沒有注意到的時候 其實有些成犬 他們在前面的一個氏族 已經受過訓練 好小姐這邊都講解都了解 而且法律上都有看 都有看清楚 那我們就可以進行下一階段 我們就去看狗吧 走 他們這邊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當你呢 向眾或是你有喜歡的狗狗或媽咪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他們帶來這個 任養互動區 來看看你們之間的互動 是不是合適的 就是這狗狗親不親近你啊 或是什麼 他的反應之類的 就是你是喜不喜歡他的 那如果說你覺得狗跟你真的很有緣分 然後你要把他帶回家的話 我們就可以進行下一個手續 那這隻狗狗是怎麼挑的呢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到後面去看 那剛剛吳大哥呢 帶我們去導覽了那個狗社 因為裡面大家也有聽到就是那個狗肺聲 比較大一點會蓋過我們麥克風的聲音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邊補跟大家解說 我們剛剛看到的一些狀況 那個裡面大概可以容納多少隻狗狗啊 那整個耀動園區加起來總共是350隻 很多 算很多隻欸 沒有 因為狗他們會一直進 我們剛剛還有看到就是 每一個籠子上面都有那個狗卡 那那個狗卡就是 有點像是他們的身份證這樣子嗎 對對對 病例表啦 像上面會寫這個狗比較親人啊 寫狗狗的個性等等 在哪裡收來的 然後他的晶片號碼是多少 收籠編號是多少 就等於他在這個地方的編號 因為什麼原因進來 都會寫 然後公母嘛 很清楚寫得很清楚 對對對 然後他有什麼時候打疫苗 就可以在上面找到 基本的抵抗啊 那基本的狂犬病啊 十合一那個打 這邊是等於是有醫療室 對 是因為我們剛剛沒有辦法去拍攝到醫療室的關係 是因為兩間醫療室那個醫生都在做 動手術 對 這邊主要是就是說 捷育跟 醫療 基本的醫療 就是比較嚴重一點的 疾病的話 這邊是沒有辦法 就還是要送去 受醫院這樣子 對因為沒錯 因為這邊的 去年才剛落成 然後設備其實說 我們隨著時間再慢慢增加嘛 然後醫療像是那種比較嚴重 像是要切片做檢驗的那種 就比較難達到這個目標 這邊的餵食方式是什麼 就是怎麼進行的 350隻的話 因為你們說很非常容易就會堆疊到那個數字 那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狗食啊 火食費也是很驚人 那這邊有沒有在接受民眾的捐贈 沒有 因為怎麼講 我們就接受民眾的東西的話 是棉被 對像衣物類 因為畢竟會冬天嘛 就是要保暖 因為我們這邊的 其實毛巾算有限 可是我們會先知會獸醫說 能不能收這個 衣物 獸醫要先評估過 對然後像是金錢或是私藥那個 都沒有 狗狗剛剛我們過完之後 有再去看貓 我發現那個數量有明顯的 就是差距 就是貓色是幾乎完全沒有貓的 成貓沒有半隻 然後那個小小貓也是小到 就看起來好像你還要奶他 就是要再奶幾個月才能 開始認養的那個大小 那為什麼就是貓咪會比較少啊 小奶貓啊 照顧起來其實也是很有風險 就不會收太多這樣子 大部分目前我知道的成貓 都是被領養出去 喔真的嗎 這邊剛好碰到的成貓個性 都是比較親人的 之前我去過好幾間 園區很多都是成貓 但是都不親人 對都不親人 這邊沒有成貓 要用愛管化啦 所以這邊除了漂亮衛生之外 還非常有愛 今天參訪一整天下來的感想是 花蓮縣政府對於動物保護的概念 是非常非常重視的 因為他們除了設備非常完善之外 他們的照護員的培訓也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所以如果你已經做好了一個準備 所以就想要把貓咪或是狗狗帶回家陪伴你的話 不妨來花蓮縣狗貓藥動園區走一趟喔 另外在這邊呼籲大家 除了潤養代替購買之外 不要棄養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喔